講到電價 我就一肚子氣 我也一肚子氣 我們大家都一肚子氣 我給大家看 這是剛上架的金週刊 這一集的金週刊 第三十八月 全世界的電價 去除以他的國民的可自備所得 我們臺灣沒有能源 但是電是所有國家最便宜的 百分之零點八三 所以如果我們的電價漲一倍 我們追上韓國 如果漲兩倍 追上法國 如果漲三倍 我們剛好跟日本一樣 所以我這裡是來講一倍 兩倍 三倍 不是百分之幾的 所以這個電價是所謂這麼低廉 難道這些成本跑到哪裡去呢 就是藏在臺電公司的負債裡頭 而這個債最後是要全民納稅人 或者我們未來的下一代要承擔的 但跑不掉的 所以這個是很可笑 而且這反映在 譬如說我們的CPI 通膨指數裡頭 因為你壓了電價 壓了水價 壓了什麼價 我們CPI好看 但是這個CPI是 假的 這個該花的錢去藏起來了嘛 所以而且國民朝野兩黨是交相賊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有走 我要向你們挑戰 將來的總統候選二零二四 但是應該說我們執政以後 重回執政以後 這個要面對 不能夠這個樣子 哪來的沒有能源 給大家最低的電價 然後把數字充得很好看 然後尤其最可惡的就是說 你產業裡頭臺積電用監最多嘛 那臺積電的獲利非常漂亮 結果外資的百分比高達七成 然後有錢人就賺台積電的股價 那我們去承擔最便宜的 請問台積電到亞利桑尼設廠 美國有沒有特別給他低雷的電價 不可笑嘛 好不好 這個 蘇貞昌說天然氣石油煤炭都增加成本了 那核電呢 蘇貞昌有沒有講 核電有沒有增加 沒有啊 增加穩定 沒有啊 對不對 為什麼你發展潛艇的時候 你都希望發展核子動力潛艇 你希望不要買這個財動力潛艇 為什麼呢 核子潛艇沒有危險嗎 有啊 但它有很多好處啊 這核動力 這個 財油潛艇趕不上的啊 對不對 同樣的 核電才有沒有問題 當然它也可能有風險啦 但是你要盡量想辦法降低嘛 對不對 好不好 你不用也可以 那就告訴我沒有漲電價嘛 你又不敢漲 為什麼 老神講你隱藏 你看哪裡呢 中維已經虧八百億 我不講嘛 台電可能今天會賠一千五百到兩千億 加起來三千億 就是納稅人的錢 本來賺的錢可以交國庫 國庫可能可以增加偏遠地區的醫療設施 教育 反正各種的社會福利 但是沒有錢 沒有錢可能加稅 他就加你什麼健保 補充保費 加健保費 羊毛出羊腎什麼 你以為他很好 不漲你電價 他在其他地方搞你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啊 然後到時候不行 政府可能要補貼啊 他的錢要去補貼他 就納稅人的錢嘛 你以為沒漲電價好高興啊 虧死啦 為什麼虧這麼多錢 對不對 老神剛講那個電價 我們真的我們的發電效率比別國高嗎 不可能嘛 電就是這樣嘛 其實電基本是反應成本的 成本 佔他很重要的比例嘛 對不對 他會那麼好 就兩個原因嘛 第一個就是他把它藏起來嘛 第二個就是你的電源的分配的問題嘛 你去買那個貴的電嘛 最貴的電 你哪裡貴 你哪裡買嘛 天然氣貴 你買天然氣 綠能貴 你買綠能 那電價怎麼會不漲呢 那你又不敢漲 就補貼嘛 就像台電中文去補貼 不就這樣子嗎